屈原动中苦读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他的诗歌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浪漫主义才情 是千古绝唱 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其中最有名的有黎骚 天问 他不愿意随波逐流活着 跳江而死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 将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定为中国的端午节 用华龙舟吃粽子来纪念它 屈原是怎样学习写诗的 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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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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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请你去 我就去 屏儿 不得无礼 是 爹爹 您叫孩儿有事嘛 屏儿 你的哥哥身有残疾 不能入朝做官 父亲的愿望是 孩儿知道 全都在你的身上 你知道吗 可你整日沉溺于玩耍 让我很担心呢 爹爹 孩儿的功课早就做完了呀 要想成才 不但要靠天资聪颖 而且从小就要有大志 这样吧 明天你就到学宫去读书吧 学宫是什么地方 那是朝廷办的学堂 百姓子弟是去不了的 你要珍惜呀 孩儿谨记 伤课不许学祺塔的明白吗 你来 你想去哪儿 父亲 我不上学宫了 为什么 大人让您久等了 九文令郎是天资聪慧的才子 经学功深造 必成大才 有劳老师了 拜见老师 过来 拜见老师 拜见老师 请起吧 你们昨天的文章 曲元写得最好 他最聪明又用功 而且还听话 曲元 你在抄什么 先生 我在外面听了一首诗 我正在墨迹下来 啊 背给我听一听 关关居鸠 在河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求之不得 妩媚私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这诗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首民间情歌 叫做《关居》 是写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采野菜的姑娘 于是弹情苦涩来表达对她的爱慕 胡闹 胡闹 曲元 你怎么把这种诗带到学宫里来了 这些民谣是山野之人忽乱唱和的 都是野文 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也绝不允许你带进学宫 可这诗很好啊 先生诗教 弟子适责 学生应以先生的话为训条 这些民谣是山野之人忽乱 你专读这些民谣野诗 我要罚你 我要罚你 哎呦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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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我来思雨雪飞飞 行道迟迟 再饥再渴 我心伤悲莫知我 大嫂 你吟唱的诗歌真好听 能给我说说吗 我在想念我在边疆征战的丈夫 从春天的洋柳依依 到冬天的雨雪飞飞 征战的路很漫长 一路上都忍饥受渴 那辛苦和悲伤只有我知道 好感人的诗啊 我要好好记下来 哼 你认不认错 屈原哪 屈原 你学习刻苦又是学功的高材生 可是你为什么喜欢那些 歪门邪道的东西呢 那不是歪门邪道 那是民歌 你 气死我了 老师 我不想气你 我希望你能认认真真地 读读那些民谣 屈原 屈原你真令我失望 有身份的人 怎么能读那些东西呢 我没事吧 三公子 假的 我没听见 它的语言 这是什么事 又是谁 咸飞 我能读买 这些不许 这些不许 其他不许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速回从之 在渴在机 我心伤悲 莫知我爱 这首诗是谁写的 小公子喜欢这首诗吗 嗯 喜欢 这诗叫尖家 是一首描写追求一中人 而不可得的诗 你听 芦苇苍苍好茂盛啊 那上面挂满了白霜般的露珠 几百年过去了 这些诗歌至今还在流传 不正说明所谓好诗扎根在民间吗 我要学习这些诗歌 从此 不论是刮风下雨 天寒地冻 屈原都要到山洞里来读诗经 读了整整三年 终于熟读了诗经三百零五篇 从民歌民谣中 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它的离骚 九歌 九章 天问 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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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